我拉过来之后,第一个先改那个Linear layout 那改完之后的话,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 上面最外层的这个Linear layout 它是不是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对齐方式,是不是Vertical 它这边有个Orientation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确定最外面这个 它是不是Vertical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从前面看出来 不过你可以看到啦 明明是Vertical 各位看一下,这应该算是一个Bug吧 对不对 后面明明是一个Vertical 可是前面确给你一个图是什么 是Holing Rental 所以这个应该是从最早前面的版本到现在都没有变 所以这应该算是明显的Bug吧 还是我太挑剔了 明明就是垂直的 结果它图还是水平的 你看它从好多版本到现在都还没有改正 所以这个当然 OK好 那再来就是说呢 底下我们做了一个Test View 我们用原来那个Test View 改了哪些地方呢 就是把里面的那个 就是ID改一下 ID的部分我改成叫做TST Show 名称的话呢 就是电话号码 然后分别加Linear 这个Linear Layout呢 就是水平的 所以我基本上改了几个属性 第一个 我把这个Orientation部分呢 改成Holing Rental水平的 这个一定是水平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对齐方式 记得这个Gravity 找到是Center把它打勾 就是把它放中间 那里面的话 分别就放了总共三个按钮 那这三个按钮的宽度一定是50DP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改成50SP也可以啦 因为SP我讲过啦 你是一个相对的相对的一个像素 好 那分别就是这些 那最后这个按钮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做一个之后 这个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把它改一下名称 从B01一直到B11 这个的话就B00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吧 B00这样比较好记 OK 那最下面这个Clear这个 它的宽度大概是150 差不多啦 因为再调一个 只要主要是大概就是长 就是放在这边 那外面看你要不要再包一个类要了 如果不要的话 其实放在这边也OK 那最后记得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呢 它就会在那个R档里面 帮你登记你做的这些事情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切到我们的程式部分 好 那程式部分 我想应该也差异性不大 所以我先预先做了 好 把它delete掉好了 基本上里面做哪些input 第一个 activity activity 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这个我们控制 我们的app的主要就是靠它 activity input它 OK 第二个是testview 那testview画面上面呢 有一个 最上面那一个 那名称的话 我物件名称呢 也取它叫做tstshow 那要input它 你就alt加enter 把它input进来 然后再来的话就button button部分的话呢 就是也是alt加enter 总共会有10 0 0 12 13个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分别 你当然不用傻傻的 一个button 一个button 你就是干脆宣告 他们都是button就好了 OK 这样会比较简洁 二要一些些 那再来就bundle 这个bundle的话 需要如果要传送一些讯息的话 就靠bundle 把它input进来一下 OK 好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你可能要先 再input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呢 主要就是listener的view 这个也需要 所以在那个listener 在input里面会有需要 这个view view的画面 那当然我们 那个new后面的部分 你可以用button 或者用一个view 其实都可以 写成这样子 或者是写成这样子 两种方法都可以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先宣告 再来做连结 连结那些画面上的元件 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做法 只要你照着 123法则 我想大部分应该都可以完成 那第三是什么呢 3就是建立那个listener 那个listener 就是当e按下去的时候 e按下去要做什么 那当然我按下e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把原来里面放什么 电话号码 冒号 抓回来 之后的话呢 再串接一个1在后面 所以我将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 我把它弄一下 各位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 就是按一下它 它可以帮我把字放在这个后面的话 这个是属于java的部分 有没有还记得吧 先把这个里面的东西get回来 因为你将来1放进去之后 如果再按2的话 你还是要把旧的东西 就是放在textview里面的东西 抓回来 抓回来再串接什么 串接一个按下的那个按钮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分别做判断 我让它弄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它是正在install 那其实你们可以看下方 下方有没有叫install apk 意思就是它砍拍过了 这个时候正在传送我做好的这个app 到模拟器里面 不过理论上 应该会稍微快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是i7 我觉得可能慢 应该就慢在硬碟 硬碟因为我之前讲过 它那个是 就是一般的硬碟 这边有没有 OK来看一下 基本上 OK 好 乱起来了 因为模拟器里面 那个什么谷歌输入法 一直跳出来 跟那个没关系 跟前世五关 OK 那个进去menu里面 去设那个 输入法 对 把那个check的控制就好了 OK 好了 这是 OK 好 那如果输入1 2 3 类似像这样子 可以把它输入 如果清除的话是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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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如果你在按清除 你不能再往前了 不然你会把冒号给清除掉 它有没有清除 没有 OK 所以你必须要想想看 这个地方该怎么实作 后面的话 总共会有13个按钮 那其实 其中的12个按钮 他们都做一样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 先把这里面的东西先抓回来 再去加串接什么 串接他自己的这个东西 把它串在后面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刚刚的介面部分先完成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程式部分 好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部分 可以自己动手 把它写出来的话 可以写 那就自己写 如果不行的话呢 那还可以再参考一下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个画面